中国是乡亲 有爸妈故放心 各位观众 今天是女生家庭版 接下来我们首先认识一下 今天的五组女生家庭 有请一号家庭 这组家庭是由郑爱王听见的 我们是来自辽宾的 辽宾的小胞胎姐妹 我是李斌 我是李芳 右边的是我帅气的爸爸 左边是我美丽大方的妈妈 双胞胎姐妹 姐姐和妹妹 家里没有规定说 必须姐姐先嫁出去 妹妹再嫁出去 没有这个规定吗 没有 我妈想一块儿嫁出去 一块儿嫁出去 对 同一天结婚 如果有个双胞胎 心里更好了 是不是 对 好了 明白了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看二号家庭 这种家庭是由郑爱王推荐的 小鲜好 给每一条红 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为你祝福 愿你有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谢谢 谢谢 谢谢郝老师 我们二号家庭又回来了 上一次呢 没有牵手成功很遗憾 这次呢我们要加倍努力 要瞅准机会 给姑娘签回第一个如意郎君 接下来我们三号家庭 李宇航家庭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好 这种家庭是由郑爱王推荐的 你知道每当音乐响起 就是男女嘉宾牵手的音乐响起 总能触动我心里最柔软 最慈悲的那根弦 那你努力啊 把我们家宇航赶紧给加持去啊 后会流泪的 男生出来的时候 我劝宇航妈妈 咱们暂时忘掉所有的浪漫小说 看人 好吗 对 这次我相信我妈 好极了 好 来让我们看看四号家庭 流畅家庭 大家好 这种家庭是由世纪佳营网接线 我叫刘畅 没错 我就是上一期那个老夫妻 I'm coming again 又来了 上一期没有牵手成功 我非常的遗憾 我看你们一下 你开车太帅了 是吗 谢谢 希望有机会也能带你开吧 哎呦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也喜欢当个红娘 我长这么大 也介绍过两个 第一对是我妹后妹夫 第二对就是我老公的爸爸 是吧 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我女儿牵手成功 好 这一家是其乐融融的 今天我们有个新的家庭 来 五号家庭 宗思萌家庭 哈喽 大家好 宗宗宗好 这组家庭是由世纪佳营网推荐 我出生于军人家庭 传统却又不是开明 曾经留学新加坡 唱歌书法也不错 我卖了鸟萌 耍了鸟二 希望老天赐给我一个像东方玉清一样的暖男哦 就像我爸一样哦 谢谢大家 思萌多大了 我二十七亿 好嘞 我从这么这么这个距离看 那脸型有点像那个美国那个小童星 秀兰邓波 哇 太夸奖了 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 妈妈是 我是那个武汉八一艺术团的 啊 难怪这身装素能想肯定是 那那你是唱歌的吗 歌唱演员 给大家演唱一首 我用歌声拥抱你 我用歌声拥抱你妈妈 我用歌声拥抱你祖国 我要拥抱 每一粒催烟 每一片白云 我要拥抱 每一朵小花 小花 每一点意乏 谢谢 好 我想问问思萌啊 你的对象的 找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想找一个像东方玉清那样 特别温暖 特别能够就是体贴照顾人的 爸爸也是吗 爸爸同意吗 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像这个 最近热播的这个锦绣部一样 这个里面的高原王 托巴俊那 是一个可爱 好 好极了 其实我在这里 我想提醒五位家庭的家长们 这个节目的形式 是你们帮女儿把关 我们所有错都是建议权 最后选择还在女儿他们自己身上 好了 在你们去到玻璃房之前呢 用一句话 再叮嘱一下你们的父母 我还是那句话就看好 就往前冲 不要被别人抢走了 看好了别放走了啊 爸妈相信你们的眼光 咱们的默契 妈别忘了收我大长腿啊 好的 我今年 我相信你 加油 你就想按你就按 只要你开心 咋都行 直接帮我找一个像东方郁青那样的暖男就行了 没问题 好 来 尤其六位美女 进到玻璃房 有什么问题 希望你们父母替你们说 替你们问的 靠兴盛你们的权利要打电话 好极了 好极了 请五祖家庭各就各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 有请男嘉宾刘伟毅 女嘉宾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次你上的中国是相亲情 你选择的那就是我 我选择的那就是我 你幸福就是我幸福 好啊 你加油 OW 男嘉宾是由珍爱网推荐的 她是用上约 cab 女嘉宾刘优独播剧场——ø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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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是由珍爱网推荐的 其妙伏 女嘉宾 画的我吗对对漫画 我看到画的 画的不那么太像 画的很像你 很像我 好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跟吴嘉婷 好 各位叔叔阿姨好啊 我叫刘伟毅 今年26周岁 来自于深圳 然后从事的职业是整形面部设计 呃与顾问 然后今天想找一个女孩呢 嗯 干净大方 最好是朴素 希望和可以和这样的一个女孩 来牵手一生 好 谢谢大家 26周岁哪儿的人 我跟金姐属于老乡吗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人 黑龙江齐齐哈人的 对对对 那你长得很南方哎 长得这么秀气精致呢 都说我长得像广东人 接下来哈 有很多家长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来一号爸爸 一号男嘉宾 你在乎女孩是农村的家吗 不在乎 完全不在乎 因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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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妈呢 谢谢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 我发现哈怪了 四号爸爸楼畅 你也不问话 还没什么看人抢 你也跟着抢是吧 我还没 你干嘛抢 没机会 没机会 先别着急啊 刘超妈妈先别着急 小伙子酒量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能喝酒吗 酒量说实话一般嘛 一般 怎么可能都美人的能不能喝呢 一般啊 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量 我不敢说太好了 好怕 对不对 还没进门呢 就给关倒了也不好 对啊 对吧 好 再先不说了啊 这小伙子咱们又去了解 咱们先看看男嘉宾的VCR 再进不了解 来 看看VCR 每一个女孩经过我的后天打造 与设计都是一块完美的普遇 现在从事医美整形方面工作 感情方面真是越来越着急 老家的有些朋友 孩子都一两岁 学生实在基本上没有经济能力 给予不了别人太多的承诺 现在不太考虑在一线城市买房子 用在父母的身上出去走一走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想法呢 不买房 现在年轻人都要买房 赶紧自己稳定下来 你怎么 你怎么想 我说暂时不是考虑在一线城市 因为今年年只要一线城市的房子 动辄就是上千万或者几百万 对 我觉得有点太捆绑年轻人的梦想 也太消耗别人的青春了 一看就会很精打气 还有头脑 很远见 就是有这些钱 还不是说跟自己的另一半 还不是说带上父母 然后多多多去外面走一走 看一看 这个理念我接受的 还想问一下 26岁了是吧 对对对 谈过几次恋爱 很认真的啊 很认真的 特别刻骨铭心的 谈过几次 两次吧 两次 那最近那一次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一次应该是七八年前了 七八年前了 那时候比较小 然后就一直再也没有找 然后也是一直属于自己在打拼吧 家里就你一个吗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是独生子 独生子 好的 父母做什么工作的 父母因为我属于单亲家庭 然后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去世了 去世了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是跟着母亲 跟妈妈 对对对 因为我妈从小带我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也特别明白 就是感情这方面一定要负责 不要说是随随便便 如果说将来不负责的话 对自己小孩也是一种 伤害 对对 那现在你现在是自己在深圳打拼 妈妈是跟你在深圳的 还是妈妈在老家呢 我妈妈在老家 因为她还有几年退休 还没有退休 还没退休呢 对对 好的 蛮懂事的她 还挺懂事的 听起来挺有责任感的 好 这一面那个二号家庭 没有选什么原因呢 哎呀很遗憾下手晚了 下手晚了吧 她的身高 她的年龄都是我女儿 对呀 晚了没办法 挺可惜的 挺遗憾的 是吧 来宇航妈妈 你觉得跟你女儿合适吗 挺身的合适 身高的合适 谁来电话了 估计宇航来电话了 嗯 喂 喂金姐 我是宇航 你看吧 来快接电话妈妈 其实我觉得面相啊 就是都是很好的 我知道你喜欢 但是我觉得论我的话 我感觉不太不太实际 二号的聘庭 她特别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把这 我希望你把这次机会让给她 真的 她的身高都别合适 拼拼一米八 好的 对 嗯 你同意女儿的建议吗 同意 同意是吧 是给她选 是给我选 对 二号家庭同意吗 同意 好 二号三号家庭 丁老师 您说 我不同意 嗯 因为我不想选一个单亲家庭 哦 你有这个顾虑是吧 对 那我理解了 那这个话题要你要说成 那你们两口要达成协议的啊 喂 喂金姐 我把电话给拼停 因为她没法打电话 好 让拼停说 来来来 喂 喂金姐 哦 你要跟妈妈说话吗 哦 对 跟妈妈说话吧 妈妈 妈妈 刚才说你不能介绍单亲 其实她 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能你太 对 也不是离婚 对对对 是 嗯 不是这个 周围这样的太多了 如果要是那个 她对你特别特别好 有时候这样的妈妈 她会 吃醋的 你们对于单亲家庭 那看法 未免过于太偏激了 嗯 但我觉得这可以 这个可以 以后相处的时候 对再说嘛 没有那么 好的 我尊重 我姑娘 她是妈妈的唯一希望 儿子将来娶了媳妇以后 她对媳妇好 对妈妈会心里有点 孤独也好 难受也好 甚至嫉妒也好 都会很正常的 但是我想 如果她这么 现在自己闯荡在深圳 妈妈在东北 两个不在一起生活 能给放出去的话 这说明这个孩子 相对独立的 如果她一直 捆在妈妈身边的话 那有可能 好 恭喜我们男嘉宾 进入了 打开母爱密码的 三言爱理由 嘉宾全力反转环节 我们现在要男嘉宾 了解一下 三个家庭的背景 来我们看一下 来 好 一号家庭 双胞胎姐妹 李方李斌 歌舞演员 二号家庭 郝秉婷 二十三岁 服装表演老师 四号家庭 刘畅 二十四岁 商务总监 赛车手 各位家长用一句话 介绍下女儿 就一句话 来 您说 一号爸爸 一号男嘉宾 我希望 和我的女儿牵手 因为我的女儿 能歌善舞 身体健康 对家庭负责任 对社会 有爱心 我的女儿 是最棒的 OK了 直接一速 OK了 在我的眼中呢 我的女儿 是高白美 我要给她 找一个高富帅 男嘉宾呢 应该理想的话 是不低于 一米八五的 这个富呢 就是说男嘉宾 不光要有一定的 财富积累 他富的内容呢 还包括阅历和知识 对 知识 这个帅呢 我认为我姑娘 她要找纯爷们 男子汉 我儿子就是男子汉 我女儿吧 很阳光 对 我女儿可以说是 很大气 富的厅堂下的厨房 但是 我也很介意单亲家庭 说实话 小伙子 你各个方面 说实在你出场的 那个派 那个范儿 我都很喜欢 也很符合我女儿 但是我给我女儿的 标准是什么 你知道 第一 你不要给我找单亲 果然又是这样 怪不得我单身一万年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一点 对你来说 真的太不公平 真的是那样的 但是我爸 作为母亲来说 我感觉我 接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 因人而异 每个人家庭成长 背景不一样 有些那种 溺爱下的长大的 被妈妈呵护的 过分的小孩 说话张两口 马上就明白了 那如果是 我不说我单亲家庭 这话就聊下去了 好吧 你们也别忘了 女儿在里面 她们有她们的想法 我知道 在那儿呢 刚才三号决定 应该把这个机会 让给更多合适的人 对对 二号女嘉宾 虽然跟母亲的观点不一样 她很喜欢 说我们看看 能不能说服妈妈 改变她的观点 这是这个舞台 好 来我们男嘉宾 现在形成全力 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你愿意您的女儿 和一个 假如说 目前还没有房 没有车的人 一起奋斗吗 可以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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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 介意单亲家庭吗 我不太介意 这样单亲 你不介意是吧 对 这个应该是不介意的吧 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 凭自己的实力 打拼 创造美好的生活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总觉得 在一线城市 打拼 靠自己的能力 买房买车 对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 年轻人来说 太困难了 对 是 这是个实际 太难了 是实际问题 对 哎呀 这个 这咋种呢 这是 这怪不得单身呢 怪不得来参加节目呢 我跟你说 说实在的哈 对这个房子车来说 我都不介意 这些条件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还是建议的 一个小伙子也是太优秀了 长得也挺帅 太帅了 我女儿其实也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建议那个 单亲这一款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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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都坐不住了 都站不住了 单亲家庭啊 就是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然后 我从小到大 也接受这种质疑 几个叔叔阿姨提到就是 父母可能是对我这种 依赖程度比较高 这点我可以 完全地回答你们 我母亲没有 我母亲是一个 从小对我 教育非常开明的人 我母亲从小告诉我说 男人就应该去奋斗 男人就是应该去 在外面对摔摔打打 这样你才会 懂得什么是幸福 这样你再碰到一个 对 小伙我打断你一下 我告诉我我跟你说 奋斗是一码事 孝顺又是一码事 我身边好多人 我就告诉你 我自己的最亲的人 有这么的 过年了 他妈妈就喜欢儿子 哎 是是 我儿子回家过年 儿媳妇 你愿意回来就回来 你不回来就拉倒 就这样的情况 老师做父母的 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觉得刘少妈妈 那个你可能看到几个 特别的个例啊 但不代表全部 我知道不是全部 我是 我担心啊 你别担心 你担心有点多余了 我也看到了很多 担心孩子以后 不能独立 但是刚才说那点 担心孩子 像他这种情况 他并不是父母感情破裂 影响他们的成长 很多是离了婚以后 父母的不合 干扰了孩子成长 他是从小因为父亲找事 这个是完全跟那种 婚姻的破裂是不一样的 这点我一定要说句公道的话 所以我觉得 他从小知道妈妈多么辛苦 而且他知道 一个女人养一个孩子 多不容易 他对婚姻会更加珍视的 为什么这么谨慎 娶个媳妇 我知道我母亲从小带我不容易 所以说我母亲给我花的每一分钱 我都铭记在心 我知道长大以后 我要用什么样的努力去回报她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 我早晚会让她过上 属于她的生活 大家好 她妈妈上来了 妈妈来了 你好 妈妈上来知道 妈妈在后边待不下去了 对 她不想待不下去 直接上下去了 儿子反驳了 知道吗 我在这说一下 你们的误会是多余的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她培养教育的孩子 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 这点我觉得的 就像你说的很多父母一样 就是我们 我就是刚才我说了嘛 两个人三口姜就在能坐着看电视 接着儿子和儿媳妇 稍微一靠近一点 她妈就会叫儿子 你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您旁边都什么人呢 您旁边啊 不是 我真的好多 你知道吗 我真的担心 其实我这个人 就刚才像你说那种人呢 我就觉得这种人非常多事 我这种人就是跟他截然相反 然后什么稍微靠近一点 我就说 我认为他们相爱才能靠近 如果他们不爱 他们会靠近吗 那我这个大母亲呢 我会为他们以后 非常的担心 对 每一个家庭 对子女都是溺爱的 对那个以后的儿媳妇呢 我也会一样的溺爱 因为我溺爱我的儿子 我就溺爱我的儿媳妇 他们幸福 就是我做妈妈的幸福 我爸又哭了 给妈妈点赞 对 像小伙子像你说了 如果就是我们是独生女 那您是独生子 如果过年的话 你是带着我女儿 去你们家过年的 还是你带着你妈妈 带着我女儿 到我们家过年 这也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那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简单 那为什么 我们既然是一家人 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 吃年约饭呢 为什么要分彼此你我呢 对不对 我喜欢 可以说 这就行了 那就OK了 但是我想问妈妈一个问题 有没有反过来想到 就是他们担心 有没有是你的担心呢 将来可能是 儿子娶了媳妇 忘了你 你会不担心呢 我不会担心的 因为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 她能过得好 也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谢谢妈妈 等会我再把您请出来 好吗 谢谢你 把您走出来 现在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秘密情报 咱们看一下 咱们可以再更加 进一步地了解女生情况 来 看一下 一号家庭 童年照片 父母年轻照片 花开两朵会搬砖 从小就一身艺术细菌 你选择一项 童年照片吗 童年照片 这是两个小姐俩 这下面两个小姐俩 双胞胎 这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 她俩长得一模一样 对 再看 你看这俩 挺可爱 太关爱了 太可爱了 童年照片 好 二号家庭 水中平庭 七嘴八十温暖 空间工作照 选择一个 我建议你看水中平庭 那好 那就听伯父了 JULIANO 好 太可爱了 我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谢谢你们了 好 四号家庭 童年照片 父母年轻的照片 五朵金花 酒量论英雄 哪个 酒量论英雄 千万别选这一个 酒量论英雄 千万别选这一个 你换一个换 来来来 看一看 我跟我老公在家没事 也是天天喝酒 来 哪了 红的 白的 皮的 东西 给您了啊 我们俩必须碰一下杯 来 喝一口 两个人有情调吗 喝起来 自己找乐趣吧 我们这结婚25年了吧 我们俩特别的恩爱 喝高兴了以后吧 我老公就去画画去了 我就在这儿谈谈情 所谓小泽疫情 增加感情嘛 要来我们家小伙子 先把这杯酒干了 干了 你爸 你妈感觉太好了 好好 这天天虐我你知道吗 欢迎进入金姐来帮忙 玩节 我们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的看法 因为他们能看到 我们交流的现场 也能看到女嘉宾的反应 他们会发现很多弹幕的 在屏幕上的很好玩的 来 我看看啊 给刘伟毅妈妈点赞 妈妈好伟大 让她给妈妈点赞啊 一号家庭全盘接受的男生不完美 一定能修成正果 流畅赛车 副驾驶 缺一枚小鲜肉 快到碗里来 快到碗里来 来 我们看看观众的意见 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他们建议是一号家庭 好的 今天刚才妈妈来了 我们再次把妈妈给请出来吧 来 来 妈妈有请 来 妈妈 再来 对 对 对 好 刚才后面休息一会儿 来看一下聊天啊 对三个家庭了解了以后 聊天以后 你也看到他们的女儿了 您觉得如果是合适和女儿 约会的话 哪个家庭更合适 您给个建议 我建议 刚才不是说 一直在说单亲家庭的事吗 如果非常介意的话 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 那我也不愿意去选这样的家庭 不选了 我愿意选不介意的这种家庭 那就是一号吧 一号家庭 这是妈妈的建议 我的建议 当然因为决定权在我儿子手中 还在儿子这边 好 没问题 他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幸福 好 来 妈妈请站到那边去 好了 妈妈建议刘伟一的选 一号家庭 接下来 我就这个选择还交给他 来 刘伟一 请考虑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我放弃这次选择 谢谢 首先我要感谢 叔叔阿姨对我的支持 然后我刚才也认真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等待一个更适合我自己的缘分 等待一个更适合她 谢谢 理解 理解 我知道 因为刚才经过一番的讨论和探讨 然后我们伟一妈妈也说出了单亲母亲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可能这对可能我们男嘉宾做出自己最后的判断 有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喜欢最后一句话 我暂时放弃这次机会 但我等待更适合我的缘分 等待下一个缘分 没问题 谢谢各位家长 来 回到母亲那边去 厉害你 谢谢 谢谢妈妈 谢谢 这次呢 也特别感谢我妈为我撑腰 为我说出了 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不会因此而沮丧 然后我会继续充满正能量的走下去 本节目有我的选择景田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欢迎一号家庭李彩瑞 这种家庭是由郑爱王李姐的 大家好 姐姐好 哇 穿得这么可爱可爱的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李彩瑞 彩彩是一个游戏解说 然后很喜欢网络配音 还有Coseplay 因为很喜欢看动画片 所以经常会自己根据人物 去做一些衣服 或者是去网上信用 因为衣服很好看 所以我妈妈就非常喜欢 穿我的衣服 因为她的衣服很红化 然后穿她的衣服 我也很萌萌的 造了一些很可爱的相片 是谁的照片是谁啊 我问了 我每次给她照 要照半个小时 然后花了半个小时去丢 哇 好多照片啊 妈妈够工作的了 好萌哈 哎呦 今天可爱美了 是吧 我是妈妈的主意 要来带女儿相亲的是吧 她老觉得我嫁不住 她说女孩子玩游戏 就找不到男朋友 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呀 那第一点啊 像打哥哥一样 第二点是男人得香 我讨厌臭男人 哎呦 香 对 就是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气味 妈妈的什么标准呢 妈妈 我的标准就是 跟她可能好像不一样 我的标准就是说 有担当 有男生气魄 然后能承担家庭的 就是男孩那种义务 今天就来了 爸爸没来吗 没有 爸爸工作忙 来不了 就是我们家颜值担当 妈妈可以做主是吧 但是我也做一半主吧 我妈妈开心就好 走之前呢 嘱咐一下妈妈 替你把好关啊 来 我虽然你觉得我嫁不出去 但是也别谁都喜欢 咱们看看 进到房间以后 别忘了星星的权利啊 好 别忘了跟我们打电话啊 来 五组家庭各就各位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刘凯 谢谢 我帮你在后台选一个 对你幸运的女生 帮我们哦 放轻松一点哦 放轻松 好 加油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刘凯 都跟我讲 钱哦 刘凯 嘉宾是由真爱网推荐的 好 好可爱啊 挺可爱型的 老师 好 马力尽 马刘凯来了 今天咱们今天好 你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 介绍自己 阿姨叔叔们你们好 我叫刘凯 我是来自纽约美国 我是一个美籍华人 然后现在在上海住 这跟我一样 ABC海楼海楼 我是现在在一个 美国高中留学公司 做留学顾问 然后很爱生活 很喜欢健身 然后很开心看到 大家在这个品牌上 这应该会很抢手 对 因为妈妈们 好像都很喜欢这种款 那你是从小 在美国出生的吗 对 我是在纽约那边的 但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来到这边之后 在上海交大和复旦 学过中文 对 好的 好的 最后选择到中国来工作 是自己的选择呢 还是父母让你回来的呢 想让我爸爸在这边嘛 然后他一直在努力 自己在做很多事情 我就想要去多看看父母嘛 来 单好 你在美国留学英语 一定说得很好很好 我还是想学英语 妈又好喜欢 一米八级 我现在一米七八 一米七八 可以了 我在仔细观察他的身材 听听健身吗 感情挺壮的 对 我喜欢平时健身 我会可能每个星期两三次 然后还会平时去跑步的 妈妈他很喜欢这一款 我也健身 只是我是练一家 他是特别壮的 他同时能抱起好几个人来 是吗 特别壮 是不是身材很好 什么鬼 我还没有看没有 健身这一块 我女儿非常地喜欢 各个条件也挺好的 我想再观察一下 不过我真的蛮喜欢他这种的 对 现场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两个人 想一起上来一下 我去一个手抱着一个 每个手抱着一个 来 两个小伙子 来 好 OK 来 来 这给我 这好高 哇 又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变成暴男孩子了 好 对 我 来 一 二 好 来 哇 天啊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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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小伙子 个子多高啊 你看 看我的话 肯定一下都高 是的 这个这个电影 感觉超好 爸爸妈妈 是在中国 在美国呢 现在她们刚回到美国西亚顿那边 上海有房吗 上海有房 美国那边也有房 我感觉你好适合她 我妈不喜欢微胖姐的 她应该不喜欢 你喜欢小萝莉的女孩吗 我天哪 你不懂你妈 你妈喜欢她 我喜欢小萝莉的那种女孩 可爱的那种 非常可爱 可爱的 我喜欢 可是我如果一个女孩子 一直是可爱在我的面前的话 我担心我会脸红和很害羞 谢谢你 她会害羞 我脸都红了 我天哪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来了解一下 然后咱们有些话题再谈 来 我叫刘凯 我来自纽约 现在在家里中心做一个外部部任 同时在创业 来到中国之后 胖了一些 可是还是努力地去保持一个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特别喜欢跑步 我的身体好 力气比较大 天天背着两个大包 搬20个箱子 也不会觉得累 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 做一个每日一新的项目 比如 我买了荷兰猪 好可爱 还在地铁人们唱着歌 买了木工拍照 会做一些自己没有想象 自己害怕的一些事情 我是很喜欢把自己排得满满的 我会连是七天都工作的 把自己去往前退 接触的女生也不少 我发现了女生强大或者不强大 她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男性做了一个排饭 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聪明独立的一个女生 懂得一点怎么要提高自己 我就是特别想一边追求我的梦想一边去找我的真爱 我挺喜欢她这种生活方式的 对 我挺喜欢 我还蛮喜欢那个宠物的 我喜欢镊齿类动物 你很喜欢自己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很满 我觉得如果是我有我的女朋友另外一半 在我身边的话我是把它放第一 我总会是把我的别的东西 它是最重要 别的不重要的事情排到一边 先留一个位置给她 男男男男 你对女孩子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还蛮喜欢就是甜蜜蜜的 喜欢爱笑的 爱笑的女孩 你看那就小可爱些的 那个VC里面你说的这个每日一新 是什么概念啊 每天做一个新的新鲜事 每天可能会尝试一个新东西 突破一下自己 可能平时安全感 或者是想去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也比较喜欢新鲜心 在香港的时候我还去在很多家人面前 用我第二个语言中文去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演讲 比较挑战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做的事情 好 好 谢谢三号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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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也开了 一会儿也开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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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说你喜欢每日一新是吧 对啊 宇航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你会每日有一个新发现 她的优点 她的优点是需要你的发现了吧 我要喷奶了 刚才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三号宇航妈妈啪一拍了以后 五号的爸爸跟受了刺激一样 啊 男嘉宾 不管是工作中还是业语中很丰富的生活 我感到很满意的 你喜欢吗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她爱好 女儿你觉得女儿会喜欢这一类男生吗 会的会的 有一点共同的爱好 喜欢唱歌 跳舞舞 那我接个电话看谁来电话了 喂 喂 静老师我是思萌 思萌 然后我想跟我们妈说一下 来 哈喽 哈喽 对 然后就是平常特别喜欢唱歌呀 然后我也特别就是佩服男嘉宾 就是有勇气去那个地铁站里唱歌嘛 嗯 我也特别喜欢呀 然后还喜欢那个跳舞呀之内的 她也喜欢跳舞 喜欢于生活 好的 我发现咱们这个 这现在的妈妈很时髦呢 你看思萌妈妈妈去电话 哈喽 我想问一下二号家庭 没有选的原因是什么二号 恐怕还是身高 身高 她们的女儿特别高 一米八零 哇 外包怎么了 人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刘昌妈妈怎么没有出手呢 我还没反应过来 还没反应过来吧 我妈妈好萌啊 恭喜你进入了嘉宾全力反响环节 好 下面有个基本的情况 咱们看一下啊 三个家庭基本情况 一号 李彩芮 二十五岁 游戏解说 三号家庭 李宇航 二十六岁 设计师 五号家庭 周思萌 二十七岁 文职秘书 我们的男嘉宾刘凯 跟你们提问题之前呢 我希望三位家庭的家长们 用一句话 推荐一下女儿 来一号家长 我女儿会像百叶小英一样的 每天给你不同的感觉 我的天啊 会有可能新鲜感 你喜欢新鲜感 有可能新鲜感 而且她的游戏玩得特别好 游戏专家 游戏玩得特别好 把游戏 尹航爱笑 这是你喜欢的 好 我感觉她能夹于你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能夹于你的女生 好 夹于 来五号家庭 思萌喜欢这个健身 健身 摆在这方面 必要合理 要爵士舞 爵士舞 喜欢运动 喜欢跳舞 喜欢健身 好了 下面你听 问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女儿做过最无聊的一件事情 和最用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无聊的 我女儿最无聊是因为是杨小动物 杨小动物最无聊 我怎么爱言说无聊 好 最用心的呢 最用心的 她就是很爱我 女儿来电话了 喂 喂 菁姐 我是采锐 妈妈回答的可能不准 就采锐要改变了 肯定最用心的是爱我妈妈 但是养小动物 我真的觉得很用心 她最用心的是养小动物 嗯 是最无聊的 你想啊 我养小熊鼠又养那个飞鼠龙 我特别喜欢聂齿类动物 她之前养那个荷兰猪吧 我真的很喜欢 那你做过最无聊的什么事 最无聊的事情 我最无聊的可能就是躺着的 也最用心爱妈妈 我说你做最无聊的事情 她就在躺着 躺着才是我最用心的事 我女儿做最用心的事情就是工作 工作 最无聊的事情是帮我披照片 我最用心的就是给你披照片 最无聊的才是工作 这话说在点上 我以为你听说的实在话了 我要谢谢你长得那么漂亮 就不用批了 哎呦 这这话说的也对的 我也会帮我妈妈和爸 披照片 还有朋友身边的就觉得 挺好玩嘛 好玩 对 来五号家庭 我们家女儿最用心的就是 给她爸爸第一个月公知 买了一部手机 那很好 对很孝顺 哎很好 最无聊的就是在新加坡 下班以后就是一个人可以歌 可以几个小时 哦 好孤单啊 张张张的 我陪你什么 对啊 我也挺无聊的 我找不到人啊 我也常做 我也常做 哦 我现在有个秘密情报 咱们看一下 帮你再了解一下女孩子啊 来 一号家庭 扣死我人称 归房真容 最强声优 妈妈的年轻照片 你可以选一项 啊 第一的话我就想看一下 妈妈年轻的照片 好 妈妈年轻照片 这是妈妈年轻手 哦 天哪我妈好狂野啊 妈妈也是个抱门控 哇 哇 哎呀 挺漂亮 顺利你看看妈妈 这都女儿长什么样子了啊 我跟我妈像吗 好的 三号家庭 童年玩具 婴儿照 父母年轻照片 面朝大海 面朝大海 这我照的是什么 我都忘了 面朝大海 哎呦 这么浪漫呢 真是面朝大海啊 这是我们女嘉宾 好可爱的 她 面朝大海 根本不给你看了眼睛 真的 面朝大海 好 五号家庭 谁能比得上周思萌 不一样的军人女孩儿 同学路 自如其人 呃 这个谁能比得上周思萌 完了 我这段真的是太高热了 来 我是 这个 你是 凡江学校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也觉得 我 我 这一套 他们把我创作的一首歌 好可爱 不说也不疼 回说也会不疼 活泼 冷靠又冷藏 心情温柔又漂亮 天中活泼又化妄 是 女人 家人脱水就是OK 平壤 心跳得好姑娘 水 天后的女人 好姑娘 太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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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小伙 别犹豫 这歌谁写的是你写的吗 妈妈写的 小姨的战友 我妹妹也当兵的 小姨的战友 她听说我女儿要来参加 做事将军 很高兴 我愿意 好 很好 有个基本的了解了吧 好 继续问你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女儿在2016年 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我做啥了 我做啥了 我女儿这成功的一件事 就一死六的药 宇航16年 做最成功的事情 就是上中国式相亲 聪明 我都已经七年了 我女儿说了 她说 她16年做成就的事情 一定要上中国式相亲 她就是从那里 这怎么来的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就我说大实话 好 下面我有个环节 进入咱们的环节 叫金姐帮帮忙 啊 现场的观众 有很多的观点 他们会发很多的弹幕在台上 啊 让我们看一下 来 男嘉宾喜欢 尝试新事物 会不会喜新厌旧 想不想让女生做全职态的 在家照顾你 啊 我觉得我的另外一半 想做什么的话 就是做什么 好的 我们看看 我们现场的观众 给你们打分什么样的啊 打的分数 他们觉得是一号家庭 啊 比较合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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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什么要不是我自己呀 哈哈哈 让我敬一敬 好 有请我们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有请 你好 谢谢老师好 是好朋友是吧 对 你好你好 幸会 你们这边从画本看到了是吧 对看到 看到了以后 你们的建议是 啊 我跟他有不同意见 好 那先说你的意见 我喜欢的女孩子 因为是开喜欢的类型 因为爱笑 然后笑得很甜美 笑得很甜美好了 我觉得她会喜欢那种 比较会创新 然后有自己想法的那样的类型 对对对 估计是你 让我们亲友团说出他们的建议 来 你的建议是 我建议凯凯选择五号家庭 凯凯选择五号家庭是吗 好 不是我爱笑啊 好 不是我爱笑呢 好 你的建议是 我建议凯凯选择一号家庭 一号家庭 好 很好 我们三个家庭再最后争取一下 来一号家庭争取一下 我女儿是真的很优秀 她会做她自己习惯的 可乐部的衣服 我都惊讶了 她是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又会做一桌好菜 我妈开始催了 如果你来我们家以后 你以后的经历会变成经典 听明白了吗 如果你娶了他们家的女儿以后 你现在的经历将来会变成经典 这真实的 好经典啊 谢谢 男嘉宾 你要娶到我女儿 我就把你当我的亲儿子一样 我给你做吃的 喝的 把你招呼好好的 我女儿相当贤惠 实实在在的 亲友朋友建议啊 我旁边都是建议 聊散完以后 最后还是要跟他们的女儿 要牵手 对吧 好刘凯 请考虑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一号 一号 你的选择要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那个一号的妈妈还蛮喜欢爱笑的 所以我就觉得一些妈妈有的会遗传到女儿会有的 对 好有请我们三号和五号女嘉宾出来 这是五号 搜四萌 这边是三号女嘉宾 李宇航 跟男嘉宾握个手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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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李宇航 好 来回到自己爸妈那边去吧 好 谢谢 谢谢 请站到舞台中央 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李采睿 你 你的眼睛 你的手 自己的所有的你照 我像你一号 你最爱的你的真相 你 我的眼神的血 你最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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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选择我们家庭 然后 我本身的理想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会打游戏的 我其实从小一直玩游戏到大的 然后我超爱玩游戏 因为现在年龄稍微大一些 我觉得还是往事业为主发展吧 毕竟我的行业可能跟你的行业差距有点大 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比较喜欢学习 所以上去之前的话我想为他唱一首歌 好 好 来了 来了 我第一眼见到女嘉宾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笑嘻嘻的就特别可爱吧 其实刚一上场 我可能是觉得它是一个ABC的形象 不会打游戏 跟我的领域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后来呢 她说就是对这方面还蛮有兴趣的 还挺好的吧 想去更深入了解一下 有请王妮家庭 这组家庭是由郑爱王推荐的 大家好 丁老师好 丁老师好 我叫王妮来自上海 在做企业行政 这是我的妈妈 大家好 这是我的小姨 丁老师好 今天来到我们这边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我想找一个有主见一点的男孩 对 妈妈呢 妈妈想找什么样的女性 我想找一个比较稳重的 然后事业心强的 对家庭有责任感的 去玻璃房之前呢 用一句话叮嘱一下妈妈和小姨 怎么替你把关 来 老妈 小姨 我就一句话 定要给我找一个长得帅的 有事情给我们打电话 主主家庭各就各位 接下来有请我们中国式相亲目前海拔最高的男嘉宾 二队 加油 好 加油 赵岳 这里的嘉宾是由世纪佳云网推荐的 这把腿 我看自己补吧 哇 哇 哇 我的天 大家好 叔叔阿姨好 我叫赵岳 来自北京 今天26岁 如果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的女儿跟我在一起 那简直就是完美 她好可爱呀 突然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小哦 你到底有多高啊 我身高一米九 我妈拍得好高 我妈又没变来 这干啥呢 你先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主管 我们的赵律师 以前谈过几次恋爱 谈过三次恋爱 最近那一次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俩异地 异地 不太合适是吧 这次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想找一个温柔善良 我们能在心与心能有彼此交流的 而且我给大家透露个消息啊 小伙子觉得有钱就干嘛置业 购置房产视为一种理财方式 就好像别人买股票 我的投资方式就是买房 我现在有四套房 四套房 我们是抢高海拔的男嘉宾 因为我女儿身高180体度108 传说中的九头身美女 假如你中了一千万 你这个一千万准备怎么分配 全部买房 你刚才说你上一次分手 好像是因为异地 你好像是大连的 你不介意吧 我觉得 异地只要我们见面的频率 有一定保障就可以 对 只要有感情 其他都不是问题 对对对 说得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看男嘉宾的VCR看一下 我叫赵岳 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做主管 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工作狂 曾经一个月加班150个小时 工作上虽然步步晋升 但要在个八块腹肌变成了一块 原本以为可以做一个潇洒帅气的BOSS 实际上却成了领导 方方面面 我都要亲里亲为才能放心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招大本事 我可以穿25块钱的衬衬 50块钱的裤子 像我这样的人 穿淘宝爆款也可以穿出 时尚周刊的感觉 我曾经谈过三段恋爱 都是因为经济和距离分得手 我觉得和女朋友一周见一次 是最好的频率 距离产生美好 对于老婆 我可以把所有钱都给她花 但是对于女朋友 还是比较慎重 物质会蒙住人的双眼 我还是想追寻最纯真的爱情 你为什么觉得会买房给你带来安全感呢 就好像我没有把我的时间 没有把我的资产闲置 这个观点很简单很直接 我觉得吧 就是有钱 可以织房产 但是是一部分的 不能全部 为什么 你总之总之 感觉人会变得吝啬 就像那个巴尔扎克笔下的格朗台 他是一个吝啬鬼 他特别有钱 但是就是老婆和孩子 在他面前都不如一枚铜币 可以织房产 但在足够的情况下 可以去追旅旅游 可以给这两枚买买东西了 笑就笑就老人了 是这意思 我认为买房挺好的 觉得现在投房姿是最稳的 谢谢 谢谢 现在有三个家庭为你亮灯了 恭喜我们赵岳 进入了嘉宾全力反转环节 在我们男嘉宾开始提问之前 我希望三位家长 再用你们一句话 描述一下你们的女儿 来 一号家庭 我女儿是一个甜蜜的艺术家 感情专一 只要她选定了 她一定会坚持下去 我女人能帮你花钱 她女人能帮你花钱 好 那我们先看看三个女孩的背景 基本的基本情况 一号家庭王妮25岁企业行政 二号家庭郝平婷 23岁服装表演老师 三号家庭李宇航26岁设计师 好下面你可以问你的问题 来 除了家和单位 女儿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我女儿比较喜欢去日本 最常去日本 喂哪位 我是一号的王妮 喂 小娃娃什么事情啊 那个我很喜欢这个男孩子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你很喜欢这个男孩子啊 对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 绿正新人王 她又是律师 我觉得她 你很喜欢 而且她是大长腿 太帅 大长腿啊 你喜欢 除了公司和家 我经常去的地方 应该是图书馆 好 知道了 她说经常去的应该是图书馆 她是去她喜欢游泳 去健身房 她经常去的地方是 有悬念吗 有告诉我 看电影 稍等稍等又来电话 在连环空 喂 我是宇航 什么看电影 看电影每次都是陪你去看 我最经常去 要么就是KTV 要么就是泡沙拿嘛 看电影 知道了 她是喜欢温泉 她肯定是为了陪我 请问在座的爸妈 都是用什么样的手机 温泉干嘛 我用苹果 苹果小姨 苹果 我用华为手机 我以前不小心买了苹果令 但是我现在又买了OPO 父母用的是一个功能机 比如像老师诺基亚 这个可能我会认为 各位的子女有一些不孝顺 好像是从小事看出性格的男嘉宾 OK 好了 我们有个秘密情报环节 再了解一下女生 一号家庭 甜蜜蜜 家法实则 父母年轻照片 童年照片 选择一个 甜蜜蜜 甜蜜蜜 很像样啊 好可爱啊 2号家庭 婴儿照七嘴巴 是温暖的空间工作照 我建议你选工作照 好 我选工作照 这什么啊 这是姑娘参加APAC的志愿者的中排 你想看女孩长什么样这么给你看 3号家庭 蝴蝶飞飞 蝴蝶飞 妈妈是你吧 不是 她 好了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来 请问你们家最近一次最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是什么 因为她有时在做家教嘛 然后有一个小孩的成绩 本来是只有五十几分 在她的补课下现在提高到九十几分 能把小孩从不好补到好 我觉得这是我女儿的最最最好的地方 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我女儿去年毕业了 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 这说的一点都不好 所以现在她可以就是说一门心思干自己的事业 我主要的最期限就是跟她到这儿来坐飞机 陪我说话 聊天 半夜 看电影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金姐来帮忙 我们现场的吃瓜观众肯定发表了很多态度 他们看到了我们现场发生的交流的态度 包括女嘉宾的反应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观点都发在弹幕上了 金姐给你念几个 我要是有房子的话 有那么多房子的话 上到闹钟每天轮流睡一遍 就那么点追求 赚钱会给女朋友买包吗 赚钱我给我妈妈买过包 买过包 还没给女朋友买过包 如果说以后有老婆的话 我会给老婆买过 买包的 OK 这个身高必须配我一八零的大长腿平停啊 宇航可以和妈妈一起四十五度仰望男嘉宾 眼含流泪的那种 好 王妮做行政可以帮男嘉宾打理事务所上 我们看看观众打分啊 他们打分打多少 弄好二号家庭 手指的二号家庭最般配的 我的妈呀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赵玉的亲友团爸妈上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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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们两个意见统一吗 统一 统一 那统一的好了我就问妈妈 你喜欢那个女孩子什么 你为什么建议这个女孩子这个家庭 我觉得那女孩挺清秀的 下面让我们听听我们赵玉爸妈的建议是什么 是哪个家庭 您说 妈妈 我的选择是三号家庭 好 这时候三个家庭最后再争取一下子啊 喂 喂 丁姐是我一号的王妮来之前叮嘱你的你帮我看中男孩子之后你要帮我那个送一份礼物给男嘉宾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还有叮嘱你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女嘉宾自己做的是吧 非常以为你而做的 哦 要妈妈转交自己看上的男嘉宾一个转交给他完了你要尝一口的啊 你要喂我 我喂你吧 我想问男嘉宾一句话 你觉得甜吗 甜 往心里甜 你知道这个提拉米苏的意义吗 嗯 我想请你跟我说呀 就是领着我的女儿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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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带我走 就带我走 我女儿是94年出生的书狗 你是哪年出生的 我90的 我记得我女儿上来已经说了 金老师也听到了 90年就是她的菜 我觉得所有所有的话都不如两个字缘分 我希望用一句话 常说的那句话 转角遇到爱 就是你在这个舞台的转角 能遇上我家的一堂 我们所有人 包括您 包括父母 包括我们都属于建议 最终还要和男嘉宾 自己来选择 请考虑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三远爱丽优婴幼儿奶粉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本节目由钻石小鸟品牌特别支持 钻石小鸟为爱定制 我们所有人 包括您 包括父母 包括我们都属于建议 最终还要和男嘉宾自己来选择 请考虑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三号 三号 给我们个理由 三号选择 除了爸妈的建议以外 还有呢 我深深地被这个母亲吸引了 请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嘉宾出来 这是一号的嘉宾 对吧 对 真的这是缘分 祝福你 然后没机会跟你最萌生高差了 很遗憾 我会还你一块蛋糕 不用不用送你了 谢谢 有请心动女生 三号 李宇航 当你的眼睛不得笑 你听我哭着对你瞧 我想不遗忘 你从而不知道 这一项目 我当成的时候 听你说尽痛的烦恼 当你说我是你 谢谢阿姨是我青春 我想说的是 你比我想象的 长得好看太多了 回去做我的包公婆吧 好啊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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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飘向水 回忆 一层冰的梦境 全会